孙颖莎确实是在这界里面 最耀眼的一颗新星 虽说这个女单没有拿冠军 但是在国人的心目当中 早已经超过了冠军的影响力 她靠自己的实力在场上的表现 征服了世界平坛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孙颖莎这个孩子的内心非常干净 他的性格和打球是一样的 不纠结 很干净 所以我认为他是新时代的一个偶像 一个榜样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乒乓球的 他应该也是属于中国体育界的一颗新星 这个刘诗文 这个混双 这个在决赛里面没有拿冠军 有点遗憾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精神 还是对球队有巨大的帮助 一种传承 因为他在去年十个月前做了这个手术 这个作为女孩子都爱美 那么大一个巴 他这个里边一直咬着牙 来去走到东京 尽管决赛没赢下来有一些遗憾 但是人生就这样 其实也没什么遗憾 他也来了 他也拼了 他也努力了 而且能够把国拼女将的精神 能够传承给孙颖莎 曼玉和陈梦 我觉得这是他的这种真正的价值 要远远高于一块奥运金牌 其实不仅仅是刘诗文 还有丁宁 其实丁宁也一直在这个周期当中 和刘诗文一样扮演着在球队的角色 他们两个给这三个运动员 包括女拼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特别是精神上